台師大臺文系的洪聚祥 那這邊因為人沒多少個 我就問大家是因為什麼原因來聽這場演講 有人是因為臺灣文學系來聽的嗎 還是沒有其他理由 那 你是 多聽幾場 那 抱起來也要聽 抱起來聽看看 好 那應該是一樣 那後面這位呢 師寶 對師寶有興趣 好 非常好 我等一下會介紹到 那後面這兩位 師寶 師寶 好 你 多聽 ok 多聽 好像這位剛剛大家主要都多聽嘛 然後有一位兩位是想要聽師寶的東西 一位是對師寶體系比較有興趣 那待會我都會介紹到 ok 我會先問你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下一屆就 呃 那叫什麼 李寶沒有開台灣文學系 所以我其實沒有準備這一塊 那我準備是其他的 那我就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在學測的校排名是 40名到43左右 那這是我榜單 沒有很好看 對 就只有一個台北大學的氣管系證取 那台北大學的會計系備取一 那中間沒有的就是 就是連備取也沒有 好 那 我的 呃 師寶的排名也是備取大概10左右 但我最後是上這個師寶的台灣語文學系 剪包內容的話我會針對這幾個部分 一個部分大概就是師寶生的制度 像剛剛有同學想了解這個制度 再來的話就是師大國文系的備審準備方向還有經驗譚 那我會想準備師大國文系 是因為我的雙組修是國文系 那 呃 下一屆的 李寶也會開師大國文系對吧 呃 這邊有高三的同學嗎 高三同學有開師大國文系嗎 我不知道 照日理來講是會有的 所以我有介紹師大國文系 那還有就是台師大的生活 那我們後面也會提到什麼三校聯盟啊 雙組修的 比較特別的制度 在最後是被審資料分享 以及我是如何看待禮包這件事情的 那師寶生是什麼呢 很簡單一句話就是 領先政府的錢哦 那回金門交數 那這句話可能也是大家普遍的共識 但是師寶生真的有這麼簡單就可以介紹完了嗎 我們就再往下看 那師寶生對我來說也有一點 就是因為我現在選了師寶生嘛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做師寶生呢 其實就是這兩個原因啦 錢多跟離家境 錢為什麼多呢 就是在離島當老師的話 我們都會有這個離島家境 那他從一開始 往上加的話應該是可能接近一萬塊這個數字 就是可能你在台灣當老師的話 你的 你的金額大概是五萬幾票 但是在金門就是六萬 薪水我是不確定的 但是我們就是可以硬生生多別人快一萬塊錢 在離家境的部分 那在金門的師寶有個特色就是 你如果在金門當師寶生 那畢業之後你是會回金門教書的 那這點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如果你是本島學生的話 那本島學生當然有師寶生這個東西 但如果你在本島想要做師寶生 那你師寶會被送去的單位 就可能是什麼屏東獅子山啊 或者是阿里山上面 就可能是那種 你平常連Saven都看不到的地方 去教書 所以在金門做師寶生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他也會綁約綁六年 好那這邊是師寶生福利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有非常多的錢 就像是每個月會派發生活費給你 四千三百元 那書籍費跟服裝費也會每學期的給你 還有學費跟住宿費 這個是最划算的 就是學分住宿費基本上是免錢 那六百九十八就是一些保險費 還有器材的整理費用 所以每學期只要六百九十八元而已 那畢業後 考過教師檢定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分發到指定的學校 你就不需要再經過教師證選這個環節了 也就是說你當師寶生 你可以略過很多環節 然後直接當一個正式的老師 那工費生他也必須待在分發的學校服務六年了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其實你們可以換個角度想就是 分發學校服務六年就代表說 你有穩定的六年的工作 然後你是趕不走了 除非你有什麼重大瑕疵才會被趕走了 那福利這麼多當然也有義務了 那義務的話就是 像是我這學期就已經開始的義務輔導 他每學期要有三十六個小時 那三十六小時具體要做什麼呢 你基本上就是要去學校外面找機構 然後跟他們說你想要去教學生 因為你是師保生 那你教學生的話不能收錢 你是要用免費然後輔導的名義去教導學生的 那每學期要完成三十六小時 你才算是合格 所以如果你想接家教的話 那很抱歉你是不能收錢 那不能收錢然後完成三十六個小時的服務 那這個義務才算是達成 再來是每學期八十分以上 這一點對我是師阿文學院嘛 對於文學院的學生來說 成績八十分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基本上你只要有來上課 那有來上課你東西有聽 考再怎麼爛你都不可能低於四五十分 那如果真的低於的話 只能說是你太混了 因為老師講 老師講內容基本上就會是他的其中其末的考題 所以八十分以上 這一點我覺得是比較簡單的 相對義務輔導三十六小時來說 相對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第三點我覺得 對大家來說可能會是比較地域的一件事情 對你是師大的學生 師大的工費生來說 你必須要有雙組修這件事情 像我是台文系 但我的雙組修是國文系 那這件事情是縣政府決定好的 不是你決定想讀什麼雙組修 你就去那個雙組修 縣政府會跟你說 你的雙組修是國文系 所以你必須在畢業前 把國文系的學程全部學完 那本系的話大概要拿一百二十八學分 加上雙組修的五十學分 還有教育學程的二十六學分 那因為中間還有一些自由學分可以扣掉 總共我幫你們算好就是一百九十學分 當然不能演併 所以你要如何在四年內的時間 把一百九十學分學完 就是每學期超修 超修就可能 每學期要二十七學分以上 來修這些課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二十七學分有多噁心 基本上你早上一起床 九點到學校你就要讀到校五點 跟大家的高中生活一樣 對不對 但在大學你每堂課 你的其中就是一個報告 其末可能就是你要寫一個小論文 那二十七學分 其末可能要寫七八個小論文 就是這麼噁心 所以當師保生他的福利很多 但是你中間這四年 你可能學的會比別人還要來得辛苦一點 玩樂時間相對比較少 那這就是義務的部分 那毀約呢 其實我還沒有認識過有人是毀約的 但是我聽師大的行政人員跟我說 如果毀約的話 就代表說你的義務沒有達成 像我剛剛有提到的那三點義務 那如果其中一點你是本身沒有達成的話 你就會要賠償你已經受領的錢 然後乘以一點多少倍 那這我也不確定 所以你們可以知道的就是說 你當你今天毀約了 就是你自己不想當 或者是你的義務沒有達成的時候 你是需要賠上本金 然後加上一些這個所謂的利息的 再來就是會失去公費生的資格 那失去公費生資格之後 你畢業後你就沒有辦法直接分發 你原本指定的學校 那你就是還要再經歷過校檢 校證 然後一系列的這些考試完之後 你才有機會到其他地方服務 然後也不見得是再回金門 有可能你考上哪個縣市 可能你考上台東 考上高雄 那你們就是到那個縣市去服務 好 那台師大國文系的備審準備方向 這也有個重點喔 就是這六個字 這邊高一、二的同學居多 那這六個字幫我記起來 或者是你們要拍下來也可以 這個六個字非常重要 那基本上就是你一階 然後要去準備你備審的時候 你可以去校系裡面去查說 這個校系它要的備審準備指引 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那校系說 說的東西你都做到的話 基本上你的備審分數 就已經達到一個高度了 那後面 那這邊就是每顆系備審準備指引 會有的格式 就是它可能會要求說 像師大國文系它就要求 有實作與應用的能力 那還有自我反思的能力 那實作應用能力的話 後面會再跟你解釋說 它需要的是哪方面的實作與應用能力 還有它這邊會限制你的字數喔 就是這邊可能限800字還有三張圖片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去看這個師大國文系的 備審準備指引的話 你可能打超過800字 而且 你打的東西還不是大學教授 大學的 被 那叫什麼 大學教授還有系主任 想要的東西的話 那很有可能會被刷掉的喔 然後再回到上面這一頁 那備審準備指引 那備審準備指引 也不是說 大學那一端 今天跟你要求 他想要什麼 你就要全部丟給他 因為 不會每個人都是 什麼東西都會的嘛 所以你就是 盡可能地去符合 大學端要的東西 就好了 再來的話 師大國文系比較特別的是 他會有二階筆式 那簡單來說就是 再考一次國寫 就是寫作文啊 那這個真的是要練習 那要如何練習的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去 師大國文寫官網 去查他 歷屆都有考古題 那你們只要把歷屆考古題 印下來自己多練習 就很有機會可以上師大國文系 啊前提是學生成績要達到嘛 就是你們只要在校內 是高於其他人的話 那就是很容易就能上這間學校的 二階考古題這邊 這邊有連結 但大家可以直接去找 師大國文系的官網 就可以找到了 好修課經驗分享 我就先挑過 因為這邊沒有高三學生 那我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國文系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 那麼死 就是他 主要學的東西 還是從你可能心靈角度出發的 就可能 你從一個人 然後從 一個古人啊 從古人講話 或是古人的一些事件裡面 可以探討出人性的 像 我中間 我提一下四處好了 四處這堂課我們在學的是孟子 那我一開始以為就是要把孟子的自傳啊 然後孟子以前寫過一些死人文章 讀一讀 但其實不是 我們讀孟子 我們會從他段落裡面去擷取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然後我們可能會聯想到 腦神經學的角度 然後去聯想到 為什麼他提了人性本善 然後為什麼 孟子陪人 人性本善 那從人性角度出發 他是如何去思考的 所以這些 我覺得是 我進了國文系 的一些收穫 因為在進國文系之前 我是沒有 不會想到國文系 可以學到這麼有趣的東西的 好 那接下來是介紹 台師大生活 有同學是對師大體系 比較有 有興趣的嘛 那 師大呢 他的三校聯盟 跟雙主修登記制 這兩點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制度 那先看三校聯盟 三校聯盟 我們是跟台大 還有台科大 加上我們師大 三校組成的一個聯盟 那這個聯盟呢 他可以在 選課的時候 互相選擇對方的課 所以你今天如果 你有幸搶到了一個 台大國文系的課 那你就是可以在 你就可以搭校內接駁車 到台大去上課 那再來的話 三校其實他們 也互相離得很近 所以 有很多的社團啊 都會一起舉辦 像是我家的活物社 他就是這三個學校 一起聯合起來的 所以你在 進入師大的時候 你有很多很多機會 是可以認識台大 跟台科的同學 然後跟他們去做 跟他們去做交流 那也可以很好的建立 你在這些頂大的人脈 再來的話 你也可以去 甚至說 你在 可能今天讀師大 那如果你台大的課 修多了 你有機會拿到 台大的福系 就可能今天 你是師大國文系 進去讀的 但是你這四年內 很努力的去讀 台大的 可能 我想一下 什麼科系喔 後面舉一個例子 台大什麼科系 台大法律系 台大法律系 你這四年 你只要 選台大法律系 夠多的話 有機會拿到 台大法律系的福系的 那個畢業證書喔 再來就是 雙組修的登記制度 那這個點 嗯 我想一下 要怎麼解釋 正常來說 你在其他學校 你想要雙組修 你可能就是 你要寫 寫一張單字 然後說你想要雙組修 哪個科系 然後寫理由 那寫到那個科系的 系的 系辦之後 可能系主任之後 會跟你約一個時間 找你面試 找你約談 問你為什麼要來 雙組修這個科系 但這件事情 在師大不可能發生 因為在師大 你想要雙組修什麼科系 你就是 直接去選他的課就好了 然後你選的課 選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會是那個 你就是那個系的雙組修生 或者是那個系的福系生 所以在師大的話 你的雙組修的門檻非常非常低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現象 很多人會 上師大會用最低的系 就是最低分數的系上來之後 然後瘋狂的去服那種 接近滿級分才能上的科系 我舉例啊 就是師大台灣系 算是一個分數比較低的系 那師大幸福系 在台灣這生態來講的話 你的國音社會要接近滿級分 就是都要接近15分才能上 所以很多台灣系的人 他就會在這四年的時間 不太修我們台灣系的課 他就會全部跑去修新服系 然後就是為了拿到新服系的畢業證書 好 那再來其他點的話 剛剛有提到就是三校的活舞社 如果大家對活舞有興趣 可以來參加 那體育課 體育課真的是多到不行 有些學校他體育課是要用搶的 還不一定搶得到 還不一定搶得到 但在師大 體育課基本上已經 他的課的數量 基本上快要比人還要多 所以就是你想修什麼課 都可以去學 然後也非常的多元 再來的話就是其他活動 其他活動我想提這個 跨山越海計畫 因為我們都是金門人 那這個計畫是文學院舉辦的 他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過這個計畫 然後去偏鄉去離島服務 那我們都是離島人嘛 所以我們只要上了師大之後 我們去填跨山越海計畫 說我要回金門去服務某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拿到計畫案 一萬五到兩萬這樣子 那其實服務也沒什麼內容 你就可能服務案寫得很漂亮 然後其實回金門這四天這五天 就是去爬泰伍山啊 然後去帶你的台灣同學去吃金門的小吃 然後可能你會去一些家庭機構 待個兩三小時 那這些計畫案寫一寫 你的錢就到手 所以師大在計畫的方面也是非常豐富 那只要你有新寫計畫 你的這個應該就可以當作是你連用錢的主要收入了 那貝審資料分享 雖然我現在是師大台灣系 但是我在上師大台灣系前 我是一直都在做這個金龍系的相關貝審的 那我今天沒有列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想要走金龍系的話 可以加這個FB 那就是XIAHG 那這支FB我平常沒什麼在用 但是如果你有訊息密友的話 我會回你 現在也可以不用你加 但是如果之後想要找我要金龍系貝審的話 記得這個名字 或者是你排下來也可以 然後第二行就是 推薦你煩鳥手札的 煩鳥手札的整理的貝審 那這個東西它是網路公開資料 所以你只要在Google搜尋煩鳥手札 四個字 後面可能括號 你今天想要讀國文系 用煩鳥手札 砂礦 空格 國文系 你就會找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範例可以提供你參考的喔 那最後一part 我是如何看到李寶的 那這邊有很多高一二的同學 你們可能對李寶還不了解 然後也對他很新奇 那我這邊就直接跟你們說李寶這件事情 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那第一點就是 你要想要透過李寶寶這種李寶外加上你想要學習 第一點你必須要認知你的實力到底在哪裡 不要因為說我們有外加很多科系 就好像可以往很高很高的學校去填 就很頂的學校 你還是要看清你校內的排名 所以第一點建立全校校排名 那這個你們用ECL檔案建立 其實也不用ECL檔案建立 你們只要放榜那一天就會有這個檔案夾了 然後去看自己 然後去看你想要上個校系才哪幾個科系 我這邊以北大氣管系為例好了 北大氣管系看國英數A社會 那這四顆我在校排名排的是 大概就是我剛剛提到的40名到43名左右 那再來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你在北大氣管系裡面排的是40名左右 那你就可以去往前推算說前面40名 有沒有人也是想要填北大氣管系的 那沒有的話就回答 然後第三點的話就是 看他科系的背審之印 大家應該對背審之印都不陌生吧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說 背審之印他這幾個字非常重要 就是你不管要面試哪科系 都要去查這個面試 這個科系的背審之印 然後去看他背審之印裡面要求什麼東西 那我們先往下面看 我有準備背審之印 我剛剛會教大家往前做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張圖表有點小 那背審之印的話 大家看得到這上面的字嗎 修課紀錄書面報告 好 背審之印是什麼 就是這些 他會有A B C C G E H G 這些這些英文代碼 那每個代碼都代表的是大學教授想要看到的東西 好那我們先從北大氣管系這邊 這是我自己整理的表格啊 那如果之後你們在要面試前 然後要準備校系的話 也可以問我說怎麼做 我都會再一步一步教大家 那台北大學氣管系他要求了什麼 我們來看 社會探究 要求了自主學習 然後要求競賽表現 所以他要求這三點 如果你剛好都有的話 那就是恭喜你非常加分 你在背審這一塊 基本上不會被扣到分數 那這邊再提一下 這邊的NOPQ 那其實NOPQ他們就是 多元表現的重整心得 還有大學的學習歷程反思 還有就讀動機 跟未來學習計畫跟生涯規劃 這四點 每間學校一定都會看 所以不要說什麼 時間來不及了 就不做這四個 你們在時間來不及的時候 只能做這四個 因為這四個是 每間學校都會看的東西喔 那我們就繼續喔 剛剛提到了 先看想要的校系 才哪幾個科系 想要的校系 在金門高中排多少名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調查 校排前50名的動向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因為 你們輔導師每年都會讓 學校大概校排前50名的人 填自己可能會讀的前兩次月 你們 這邊有高三升嗎 你們已經填兩次月了嗎 還沒 好那跟你們公告一下 大概可能 三月四月嗎 不確定 三月四月的時候 輔導師就會丟表單給你們 然後叫你們成績比較好的 就是 都給我把第一次月跟第二次月 公告出來給全校知道 那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幫助 大家在離島外加上面 就是 呃 應該怎麼講的 就是更好的 去舔志願 不會跟很強的人撞到 那這邊就是所謂的第一次月跟第二次月 我以這個3011號周旋旋來舉例 他的第一次月就是政大法律系 第二次月就是政大公共行政系 那剛剛上一位分享者是不是也是這個政大法律系 那他就可以看這前兩個字月 然後說 欸這邊30一班也有一個人要政大法律系 他就可以直接拿他的成績去對比說 我到底有沒有機會贏這個人 那如果今天他把這個可能前50名的這些人的前兩次月都看完之後 然後發現 這個是按成績排出來的嗎 欸不是這個是我隨機排的 那 我剛講到哪裡啊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的科系 在這些成績頂端的人裡面 可能沒有撞到 或者是他不是排第一次月 都可以去填喔 那很忌諱的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今天你想要的是台大法律系 那 前面有一個成績 幾分 學測成績幾分 高你十幾分的人 把台大法律系放在第一次月 這樣你還敢填嗎 如果以正常判斷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去填到這個科系 那我們就繼續看 那調查前50名動向完 就是這個兩個字月之後 再來就是調查你要的科系 往年備取開到多少 這點非常重要 不要以為說填了離島保送 你就可以用可能備取好幾名 最後上這個科系 可能沒有這件事情 你如果是離島外加生 很多校系 他基本上只開這取給你 那備取可能就是直接被刷掉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去調查了 像我自己舉 我以我自己舉例 給他看這個很難看的榜單 為什麼中間這三個會 會 就是連背取都沒有 就是因為我已經知道 我前面有逼我強 可能三四級分的人去填了 那我也知道說 他的背取開得非常少 像中興他就是不開背取 只開正取嘛 然後中央跟政治他們 中央開比較多 好像背取開到三還五 但是政治大學他一直開一個正取 然後也沒開背取 所以呢 你們在去選科系的時候 也要看他的背取到底開到多少 有些學校就是會對金門人比較好 像福人大學淡江大學 那可能背取開到八 背取開到十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今天你看到了可能中興 他就是不開背取給你 那這點是大家要去注意的事情 那我再補充講一下這個 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也是我自己做的 那左邊這些全部的校系 都是我有興趣的校系 那我有興趣的校系 全部列出來之後 我再看一下我這些校系 他要求的成績 有可能氣管就是果因素為色嘛 然後地震的話 他一樣也是果因素為色 但是他的可能 他數學部分乘於兩倍 就是他的倍率兩倍看比較重 所以每個校排名都會因為這樣 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看到裡面成績最高 就是這個校排41的台北大學系列管理系 那他成績比例這些也都是網路上公開資料 大家找到之後也可以做成自己的表格 變成自己的東西 然後成績比例什麼45%變成比例 還有這個面試時間 面試時間你也要列出來 就是以免說你六個志願填得很開心 結果六個志願都同一天 那恭喜你挫賽 我們最後只能選一到兩個去面試 那右邊這個檢定呢 是來檢定說 如果你一般升資格去檢定的話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上這間學校 然後前面這些我用紅色的部分就是 我如果用一般升資格我是上不了的 那往下看像是 呃成大的都市計畫 然後北大會計 我的一階是可以過的 但是我會在二階的超塞的時候被塞掉 所以這些你們高三你特別要注意 你在做備成的期間 你還要再做這些這類的表格 來確定你自己在學校的排名 然後來確定這些學校要的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做得出來 那 好這些東西介紹的差不多 我就在五下 好 那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你就是把 把跟你申請同科系的人 把他們的成績全部拉出來 像這邊洪巨祥就是我本人嘛 那上面有王XX0XX許XX 這些都是要跟我競爭同一個科系的同學 那我就是把他們列出來之後 然後成績我列在這邊 然後來看一下 我在這些人的 這些人裡面 我成績相對排名第幾名 就可以看到洪巨祥拉過去是相對排名第一的嘛 那 相對排名第一的情況下 我在備成裡面 我其實 這間學校也很幸運 就是他要的備成 我剛好都有做 所以 我相信我在備成這一塊 也不會就是跟大家差距太大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面試 我一直覺得我面試不差啦 所以 我看到我自己這邊排第一 我就知道 我這間學校大概穩了 所以 我最後 這間學校就是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系 也確實是正取一 那這個校系他不會開背去 所以到時候填出來 如果想走這個科系的話 你就是看前面有沒有比你強的人 那沒有的話就 可能不要選他 去選一個更容易上的地方 好 這邊幾段話送給大家 就 我剛一直有提到 就是要保持悲觀 不要因為你有提到 就太多了 那 一屆三百個人 要搶一百科系 而且 學校還會從缺的 呃 的情況下 那真的是不要太樂觀 因為他學校 有些就是只開正取 或者是說 呃 開背取很少 那正取背取都不去 這間學校的校系就是 留掉了 就沒有人上 再來就是邏輯判斷 剛剛有提到 就是當有很多個對手 學測成績高你五級分以上的時候 而且他們的第一志願跟你都一樣的話 就希望你們換志願啦 就是不太可能上 不然就是要去多準備半年分科 好 那最後這段話就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對示範體系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台式大見 那如果過程中 呃 想問說 怎麼準備背審的話 那可以問我 那我身邊有很多國文系同學 我不是用 我不是準備國文系背審 但我有很多國文系的同學 可以分享背審給你們 那我本人的背審 主要是財經 金融方面的 所以要問的話 剛剛我有秀的那個 FB就讓大家加一下 那這邊是 回饋表單 那希望大家幫我填一下 那 他打開之後 他會問你名字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單純回饋 這場 呃 這場分享會的心得的話 你名字不用大分明 沒關係 但如果你想要後續 想要問說 像是施保的制度啊 或者是 你想要問 怎麼 呃 怎麼做背審啊 你就可以在裡面提到這些事情 那就大家幫我掃一下表單吧 然後也幫我回饋這一場講座 可以幫我確認一下表單掃起來有問題嗎 那他打開是後台還是可以直接寫 可以直接回答的 可以直接回答的 可以直接回答 OK 那就大家 就幫我用五分鐘的時間回答 那就 再次感謝大家來聽 這個 我講公費聲 還有一些 背審的 準備上的一些心理話 那就謝謝大家 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